这个中国的南方边境修建边境墙 以这个铁丝网为主 这个新闻两年前就有 大家把它理解为 这个不让中国人出境 但是更多的表达 其实在最近已经变味 把它称为是因为疫情 这是疫情防控的一种手段 甚至在中越边境 专门有一个计划 准备通高压电 借口是什么呢 如果说越南的疫情 控制失败崩盘了 防止越南人 跑到中国来 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 越南发布了很多照片视频 证明越南抓到了不少从中国跑过去的人 中国这边抓到几个从越南跑过来的越南人 好像没有 至少我没看见 所以他有很多宣传是带有恐吓性质 譬如说 他告诉你 沿着这个铁与他有一些探头 实时时时监控 他有一些震动的装置 靠近他就会被检测出来 然后他还装有人脸识别 有犯罪记录的 靠近铁丝网 就会被提醒 当然了 最终这一切要越南人买账 我们看到了网上发布的一些信息 一些视频 是越南人在警察的后勤支援下 或者叫指挥下 由越南的编民 推倒了这些隔离网 听起来很诧异 你要说经济发展 这起码越南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 它即便有一些 未来会有一些变化 但目前 它的经济发展 很多人认为 不如中国 即便它青年人口 青壮年的比例 其实比我们要高 越南目前还不到一亿人 但是它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 其实中国周边这样的情况非常多 就是它没有进入老年化 它还是一些青年人占比比较高的国家 其实它们的经济总量 人均GDP 包括收入 目前都偏低 它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人民对待 经济上能够翻身的 这种愿望 跟中国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差不多 它们还认为通过自己的心情劳动 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么它已经在开放的路上继续往前走了 那为什么要拿它往里这儿跑 作为一个借口 大家都知道 这就像简化版的柏林墙一样 它是防止中国人往外跑的 但所有的宣传 都是防止越南人跑到中国来 当越南人推倒这组墙的时候 中方通过大喇叭在威胁他们 这是违反两国之间的规定的 让人家不要动 劝人家想清楚 很可惜 人家不买里藏 你拿它没揍脸 中国人不敢推倒这组墙 越南人敢 在未来很长一段的时间内 中国跟接壤的国家 都会出现类似的举动 在南方 将来会有很多人靠近边境 就像之前的逃港朝一样 当事态发展到一定的地步 它一定会出现 而且不止一次会出现这种 逃亡的高峰 其实北方也有 至少有过 但总体上来说 这个都比较克制 因为前苏联时期 往前苏联跑是 克格勃指挥的 但是最终他发现这个对他不利 所以他最终 放弃了这种做法 你看到的这种事件 比较大的也就一次 而在中国的南方 与我们接壤的国家 其实有不少 除了越南以外 像柬埔寨 缅甸 老乌 这都是接壤的 中国现在关闭了一些路上的通道 在边境 劝反中国人 不要离开中国 一般他说的都是 疫情的问题 那么 其他国家控制的 没有你好 所以出去了以后 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 听起来都是为你着想 但真实的情况 其实不见得是这样 大家心里都清楚 他劝你 语重心长 理想者 义正言辞 但是你又不敢跟他落掰 落掰了以后 他给你打上一个限制输禁 那你就从哪都走不了了 所以你还得压着话说 你还得好好跟他商量 至少不能把他惹翻了 但最终还是有人 等不了那么久 还是想一切办法 去脱离 这个国家 很遗憾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 沿着中国边境 模仿着柏林墙这样的做法 正在贯彻到 与中国接壤的每一寸土地上 未来 大家在中国的南方边界 会 习惯 有这种隔离带 据说 还有的地方埋了地雷 三八仙也埋地雷 柏林墙的隔离区 也埋过地雷 那么 这些东西 真的阻挡了 奔向自由的人吗 真的有那么一天 大家都想离开这个囚笼 隔离区 将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相反 与中国接壤的这些国家 他们的军队 他们的边防军 会开枪 这个概率 倒是很大 所以我一直在说 我们看到了未来 中国会封锁边境 尽可能不让中国人 离开中国 我们更多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 你冲出边界 会不会遇上 对方次来的子弹 即便你命好 冲出去了 你怎么到达第三国 你当真 把你的一腔热血 准备 去建设越南吗 人家愿不愿意留你 能不能容纳这么多难民 其实都是问题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切 仅仅仅是给大家一个提醒 中共在隔离 中国人与外界交往 甚至在未来 试图逃离 求隆的过程中 遭遇到这种阻拦 将不仅仅是原先 大家的一些猜测 或者是 直言片语 透露出来的这种可能 今天我们看到的信息 已经很真实了 无论是中方拍摄的视频 还是对方国家 做出的提醒 其实还有一些 相对比较 有公信力的媒体 都在公开的报道 类似的信念 这些事已经不仅仅是猜测 逐渐变得让大家都相信 这事 他玩的是真的 所以他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控制中国人 走出国门 这将成为一种长期的国策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